喔喔喔喔喔喔 新電新電新電 電了 我電了 來 給你 啊然後咧然後咧 杯子蛋糕要怎麼回來 方南發自己來了 然後方南Freddy 人 還沒出現 阿 阿 阿阿阿 喔喔喔喔 真的有東西耶 蛤 這個是Venny的手嗎 Alright 各位 我要先 醞釀一下 HELLO EVERYBODY My name is Mo NGGG 字幕提供 OK 這邊再稍微等我一下 我先把我的手把帶好 因為上次發生了一個蠻好笑的事情 說好笑也沒有很好笑啊 OKOK 看到我的漂浮手了嗎 完工 嘿嘿 上一次的話 我不知道各位還記不記得 我們在幫Chika就是 廢之戲院那一關 幫客人準備那個點心的時候 有一段時間呢 我真的以為說 我好像現實拿著那台相機一樣 結果那時候我的手把沒有帶好 啊我就不然你給他放手 到底...等一下等一下 呃... Rusty 的這個 哈囉各位你們好 我是Kajina問你帶來的是 FNAF 求救訊號 好的 那麼在開始之前呢 相信各位應該都知道我接下來要說什麼了吧 嘿對 兩件事情 那麼首先第一件事情的話呢 我們上一集成功突破的那一個950個喜歡 這裡的話呢 真的非常感謝各位 謝謝 愛你 永遠 那我們今天這一集的話呢 來一個1000個喜歡 如果能超過1000個喜歡的話呢 我也會盡快為各位帶來這個系列的 呃...如果他還有後續集數的話 那麼接下來的話呢 也是各位很熟的 前行提要 我們上一集的一開始呢 就是把那一個 廢之飲料的第五頁完工 接著的話 我們去玩了那一個 幫黑猴皮做急救的小遊戲 這一次的那個回收的機械人偶是 那一個Scraper Baby 他這一次這個手術小遊戲 真的跟之前比起來那個難度也變得更高 一部分的原因是因為 這一次這個黑猴皮要幫他治療的時候 有很多的方法會讓他在那邊叫 除了他叫之外呢 那個Scraper Baby對聲音的那個敏感度也非常的高 所以上一次我們玩這個小遊戲的話呢 也輸了好幾遍 才大致上弄懂該怎麼玩這個小遊戲 那麼接下來這個小遊戲呢 真的是我上一集覺得最煩的一個小遊戲 我們要訓練那個骨架 那訓練骨架的方法呢 就是要幫他翻出正確的那個行為卡 只是翻的過程當中呢 會有一堆其他的骨架會朝我們這邊走過來 然後我們還要去看記憶卡片 又要去防那骨架 然後骨架又來的超快 而且那卡片關卡又來的超多 我上一次真的是... 呵呵呵 oh my god 我真的也不用再講了好不好 真的是超級不好的回憶 接著我們最後一份工作呢 就是我剛才所講的 我們到了廢子戲院裡面去幫 幫客人 應該也不算客人 應該是Chika 幫他準備各式各樣的料理 然後我的手把就這樣掉到地上 呵呵呵 好的 那麼以上的話呢 大致上就是我們上一集所做的失落事情 那我們接著的話就繼續來看一下吧 好啦 Alright 各位 We are back 喔對 剛才其實有個東西呢 我在前提到裡面是沒有講到的 就是我們前面那個塗鴉 應該說不只前面啦 還有那邊牆上也有一個 然後在後面那個廚房那邊也有一個 可能還有別的東西只是我漏掉 但目前的話我主要是只有看到這三個而已 那麼講到這個塗鴉的話呢 我不知道各位還記不記得我們上一次最後不是有看著那個塗鴉 那我們先過去那邊 我們上一次最後不是看著那個塗鴉是想說 有可能是把所有Chika的東西都丟進去那個垃圾桶之後 就可以拿到什麼特定的東西之類的 我們上一次最後試的話呢是沒有任何的反應 那你們也有人跟我留言講說 我上一次的話呢放錯的東西 不是披薩 是巧達農湯 OKOK 那我們今天這一集的一開始呢就來試一下了 好的我們先回到那一個廢之戲院 好的那我們這一次的話呢 先把所有跟Chika有關的東西先準備出來 像是這個餅乾 然後等一下會下一杯那個 一杯Chika的飲料 先把它做成那一個 特調 然後再一杯Chika飲料 唉唷 嚇我一跳 對喔還有他齁 再來的話 還要巧達 好那首先的話是這個Chika的飲料 再來是Chika的特調 唉唷滾看 餅乾 再來巧達 來看一下喔 喔喔喔喔 真的有東西耶 蛤 這個是Venny的手嗎 What's happened Oh my god各位 在廚房這裡多的那個娃娃 蛤 這什麼意思啊 這個不是那個 渣針用的傀儡 然後 當你找到這個娃娃之後 上面牆上的那個塗鴉 就會被這樣塗掉 喔 所以說代表每一個塗鴉都會有個娃娃 我們前面那邊的話還有一個 是在那個廢之雷射裡面 喔 可是我覺得這個的話 我們應該等到之後再來找好了 我們先把主要遊戲的部分先給它完成 OK 那我們今天的話呢 應該就剩下這兩個資料夾要玩而已 其他的話我再確定一次好了 OK後台完成 食物準備完成 員工專用 呃也完成了 OK 廢之CAD剩這個沒有解開而已 好的那我們首先的話呢 就先來看一下這個跟票有關了 蛤 旋轉木馬2 喔不是吧 旋轉木馬壞掉了 修好它 修好全部壞掉的那個保險絲 然後換上任何壞掉的按鈕 並且打開那個開關 打開那個電源喔 修好那個電路板 不要忘記使用焊接槍來那個焊好那個電路板 這裡規則沒有加新的東西耶 應該是還...好...怕 呃... 是從上司那邊開始 欸欸 他真的來了嗎 這次變得更...更難看到耶 我發現 不...好 好 呃...快點快點 他他這人咧 喔唷 喔唷 是那個版本了 是那個萬聖節版本了 或...呃...啊...不是這個 快點快點...他...他來了 沾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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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他來的頻率變太高了吧 呃...第一個壞掉了 有有有 OK 我們又要再來一遍了 人類人類 遲早會不會堵到了你 滾 欸? 他怎麼會有紅色線跟藍色線啊 啊壞掉了 要新的按鈕 有 啊他...他 他到底是...喔在那邊 呃... 呃... 人咧? 呃...完了 欸? 在這裡在這裡 滾蛋滾蛋 嚇死人 然後這次我們要三塊電路喔 呃... 呃...把這接好 這樣子這樣子 然後還要焊接 我遲早遇到他了 我遲早遇到他了 這裡這裡這裡 呃...呃... 呃...呃... 好快喔他這一次 呃... 呃... 我們要先把上面拿掉 這裡先拿掉 放心的 還要再一塊還要再一塊 有有有嚇死我 看起來看起來 快點...這樣子 這一次 OKOK 再來撐... 撐60秒就OK了 人咧?在這... 欸! 掛了嗎掛了嗎? 欸又來了 有有有他死了他死了 呃... 太快了吧 欸欸欸欸欸欸 那一邊那一邊那一邊 有有他死了他死了 呃...應該應該算死了 又來又來 又來又來... 真的是...下去馬上上來呢 不會死那一種 我就在這裡堵你 看你要怎樣 來啊來啊 YES YES 結束齁 嚇死我 我覺得難度跟之前比起來 他就是... 變得頻率更高而已 就這樣 然後場景變得更黑 呃...對這個是那個... 萬聖節版本的月亮 欸...禮物 OK... 第五隻...喔... 喔... 我按到了... 不管我們現在開禮物 這是誰呢? 這個真的是... 喔對沒錯 GOLDEN FREEDY 整隻超亮的你看 來放在這邊 我們還插最後一隻 就全部收集到了 接著我們要進入 這整個遊戲裡面 最可怕的一個關卡 姊妹餐廳 蛤... 是這個喔 BREAKER RUN還有 哇... 他這隻剩骨架而已 FONDAN FREEDY啊 歐... 歐... 為什麼... 什麼關卡不是偏偏是這一關 拉下那個拉桿來幫那個充電 歐... 歐... 不然是這兩隻閃鐘很難看到 我印像中 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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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了... 直接開拉 歐... OK 那邊那一個 我這樣每一根好像都會先對應一個 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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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啊 他怎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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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啊 我不知道他能在哪里欸 喔 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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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嚇死我 在那邊 在那邊 回去了 回去了 啊 我那個沒充好 差我們前面 差我們前面 好 一個好了 okok 第二個 好 釘好就沒事了 釘好就沒事 在前面 在前面 兩個好了 喔 回去回去回去 這什麼地球 喔 等一下喔 你記得他移動 然後拉回去 這兩個 有了有 這兩個有 快快快快 快 喔喔 旁邊旁邊旁邊 哈哈 那邊 不要 我沒看到 有有 回去回去回去 是兩根有 這兩根有 喔 回去回去 有有 回去回去 好 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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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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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去回去回去 回去回去 喔喔 在這裡 他該怎麼沒回去 有了 回去 回去 再來 再來 有 這樣子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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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回去回去 對 回去回去 在這裡 有有 剛好 剛好 也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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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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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好快喔 然後 噢 嚇我一跳 哇 還有東西欸 應該就是煙斗啦 OK 我的手套現在還在發抖 你看 OMG 好 來看他接下來 接下來的話是這一個 辦公室2 這次這個等級叫Puppy Master 哇 要電擊 Custom 9 認真 直接 全部人一起上嗎 Mini R... Mini R... Mini Renas 跟這個Bidibe 他們會去榨乾你的電力 如果你看見他們在監視器上面的話 電他們 就跟簡面餐廳一樣 要注意Blora 當他靠近的時候他會播音樂 OK 不要讓這個Mini Renas干擾你的工作 把他們丟掉 行 OK 開始了 開始了 嗯 我記得中間會有那個Bidibe嗎 會有Fountain Foxy嗎 Mini Renas 沒事沒事 然後要注意Blora 還有可能隨時都 嗚嗚嗚嗚嗚 嚇我一跳 我想那是什麼耶 喔 喔欸欸 先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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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了 我電了 嗚嗚嗚嗚 剛才不是他聲音在這邊嗎 等一下 喔 這一邊啦 不是那一邊 嗚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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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哪邊哪邊 這裡 不是不是不是 不是 電一下 然後嗶哩咩走了嗎 喔他會這樣靠近 所以我們可以判斷他要幾層才能關 這裡這裡 關起來關起來 然後有人在偷我的電了 誰這麼無聊要偷人家的電 這裡這裡嗶哩咩 不然那空的一聲 可以拆了 好 沒事齁不要假動作就好 不要假動作就好 呃完了3點剩36拍 怎麼這麼多惹 等一下我想試一個東西欸 1 9 8 3 欸 喔有娃娃 可以可以可以 感謝 那不是我們現在的重點 喔有人偷電 有人偷電 OK沒有人來 好偷電偷電 機車人又在偷電了 打開 中間 中間來了嗎 他等一下會有很大的聲音 不要被嚇到 OKOK來了來了 摳一聲就可以關掉了 好快的感覺 我好想看一下 我好想看一下 OK偷電偷電 呃 Nothing Nothing 目前沒事 到底是誰提議在VR裡面玩 自定夜晚是個好點子了 這根本是折摸人吧 OK偷電 偷電 偷電 這裡這樣 快點快點 撞到撞到 求求你撞一下 有了齁 偷電喔 他原來偷電喔 喔 啊完了 太離譜了吧 哪裡 咦 啊 我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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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蛋了 拜託 五點應該 啊為什麼我監視器還能看 不是沒電了嗎 求求你 求求你 六點 YES 天生壓線王 你知道嗎 我啊 從以前都壓線到現在 那媽咪阿 蛤 這這這這東西真的OK嗎 喔 又有那個新的消息 那個門怪怪的 Poto of the star 呃 可能應該在我們附近的某處 有那個奇怪毒鴉吧 我猜 然後我看到一個非常詭異的東西 在這一側 為什麼這個門會 這樣子阿 其實有點好像 呃 紫紫的感覺 喔這個娃娃在這邊吧 應該因為 應該是因為他的關係 欸 這是什麼 方探幫 持續追蹤方探Freddy 他有很重要的話要說 他要把那個幫幫派來 跟你當夥伴 一整個方探幫今晚都跑出來玩了 記得叮好Foxy 他很快的 使用那個杯子蛋糕先生 來吸引G卡 怎麼之前沒有吃一個 我現在到底現在到底怎樣 嗨你好 呃 呃 放蛋3在這邊 他在哪一側的話 應該是派哪邊吧 不會像之前一樣 還會 跟你耍個心機 跟你講一下會來反鞭了 誰誰誰誰誰 喔 來給你蛋糕 應該這樣就OK了吧 我現在 你要先 了解到底是怎麼回事 放蛋3在這邊 我剛才看到 中間好像會來誰 然後這頁是不是沒有 柏拉跟其他人 會來那個 放蛋4在他們而已 如果是這樣的話 應該是 還 可以 吧 應該啦應該 兩點 然後這頁應該是完蛋 我們先觀察一下好了 這頁 他在這邊 他會從這邊來 然後 虛卡這樣沒有那個 沒有那個 杯子蛋糕OK嗎 不對啊 這樣我要怎麼 我從哪裡生杯子蛋糕 如果我還需要的話 喔有有有 他來了他來了 會撞掉電力嗎 不對啊 我的杯子蛋糕都哪邊來 他會從中間跳回來 會嗎 我不知道 我現在 頭很問號 你知道嗎現在 然後這個 方灘7 我到底是要怎麼 趕走他 他在門口 好 我們先盯好方灘4C 如果方灘4C 講話的時候 我們就快速看他左右 我們應該先看左右才對 先檢查他人在哪邊 OK方灘4C在這邊 我們會看到他 我們會看到他 他這樣爬過來 感覺很可愛 呵呵呵 來 給你 然後咧 然後咧 杯子蛋糕要怎麼回來 方灘4C來了 然後方灘4C 然後方灘4D 他人 還沒出現 他會從這邊來 那誰那誰 蛤 中間那誰 喔喔喔喔 方灘還會從中間來 到底現在到底怎樣啦 唉唷 7卡 7卡能找到他人嗎 他在這邊 他剛才好像是說 放哪一側會影響他的位置嗎 那我丟這邊看看 呃... 方灘4D還會來 然後7卡會往這邊走嗎 他如果會的話代表說 他會被這樣引過來 如果啦 OK 方灘4C要來了 他會走回來 是這個意思嗎 OK 什麼意思啊 呃... 等一下等一下 方灘4C要來了 然後我看一下Chica的 他真的過來了 再放過來 欸嘿 這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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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方灘4D 還沒來 然後Chica應該等下過來 先開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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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那3D在這一側 等等等等等等等 我先看到Chica Chica人咧 他過來了 放過來這一側 沒錯 這個是拿來吸引他而已 單純吸引他 這關起來 好 呃... Chica應該還在那邊漫游 OK 再丟過來 好 斗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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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掉了 好 方灘4D 還沒來 呃... Chica如果押線收 完了 聲音炮不張 怎麼來得幾%呀 呃... 完了完了 Chica如果來的話 對不對 我們就把蛋糕給他 這樣可以多撐一段時間 只是目前重點是 我們應該是會輸在其他兩位啦 好 Freddy來了嗎 來來這邊 Freddy在這邊 關起來 Go get it OK 其實他會慢慢爬過來 我們如果是拿省電 要等他爬過來再關 會比較安全 這比較省電啊 Chica還在... 好 5點了 呃... Freddy還沒來 OK 然後Chica應該... Tumblr在這邊 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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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好好 看好方攤發射就OK 拜託你中虧一點 不然...真的會來不及 有有有有 7卡勒 O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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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門開門 喔不要來 不要來 求求你 剩4% OMG 鬼里 鬼里 沒有沒有 鬼里 啊啊啊啊啊啊啊 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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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恐怖了吧 呃...這...這可以 這可以 那我...那我別亮這一關 好的 那麼再來咧 還有一個 蛤? 工作面試 BABY 要玩一個遊戲是怎樣 Polush Baby想要玩這個 手電筒的鬼抓人 使用手電筒閃他們 Polush Baby想要玩 紅燈亭 綠燈型這個遊戲 閃燈 當紅燈的時候 黑暗的時候呢 代表說是綠燈 不要讓他們靠近辦公室 所以我們要紅燈的時候 閃燈到底是怎樣 然後馬戲團BABY想要玩 躲貓貓 啊你們怎麼都想要玩是怎樣 使用那個金釋器 找到Polush Baby 電他們 蛤? 喔啊 曬 手電筒欸 手電筒 沒錯 好黑喔 沒有沒有 喔唷 喔唷 這是要玩一堆遊戲嗎 感覺 喔唷 這樣是趕走的意思嗎 他們出現應該都會 都會 好近喔 蛤? 給我 給我 不要 為什麼我每次要玩這個 這個我覺得好像還不錯欸 因為以前完全沒有這種 以前完全沒有這種遊戲 還有嗎?還有嗎? 欸? 喔 這裡 怎麼這麼多?不要來了 喔!在下面 喔!在下面 人咧 到底要玩到民國幾年 什麼? 賣 喔? 妳很難玩 嗯哼 紅燈 青燈 青燈 紅燈 啊? ... 這隻要怎樣? 這隻要怎樣? 噢!燒我燈他們就不會移動 哎呀不要動不要動 那個最遠那個最遠 好好好 喔呦!這..這玩多久 他們離我越來越近了 然後呢 然後呢 還有我嗎? 蛤 你應該要看鏡頭 當你找到她 給她一個控制器 準備好嗎? 欸欸欸欸 這裡 你是不是講的多變 這裡 這裡 還有嗎?還有嗎? 這個應該.. 完了 什麼事 你會有什麼 怎麼會有什麼 什麼事情 哇呢 你這麼特別 哦 咦 啊 咦 啊 啊 是他怎樣?是他怎樣? 現在到底要怎樣? 從第三個開始 謝天謝地 從第三個開始 他這個終點點還好 謝謝官方 來了來了 這裡 好 這裡 那邊 有電了捏 有有沒事沒事 是 在那邊 應該又要來了 好 好 又完了 這裡 是啦 嚇死我了 啊 他遊戲是隨機玩的啦 不是那個 有 中間那隻好像還好 左兩邊感很近耶 你很特別 啊啊 啊啊啊 還要玩還要玩嗎 啊你準備完了 你確定我之前 好好拿啊 謝謝啊 謝謝你 呃呃呃 怎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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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東西啊 好恐怖喔 哇塞 喔 baby OMG 還要拿那個冰淇淋 拿冰淇淋的時候真的是我最怕的時候你知道嗎 我超怕那個他會不會突然把我們抓走 就像那個姐妹餐廳裡面那個小遊戲一樣 欸 又有禮物 可是我比較好奇一件事情欸就是 把他拿下來 然後我們這裡不是還有個沒有解開的遊戲嗎 欸還是沒解開 為什麼啊 呃算了算了我們先 回到現實 然後先到前面那邊看一下我們的禮物 最後一隻 YES 是誰啊 蛤 這個是POPPY的 是看起來應該是板派那一方的吧 OK 喔 喔 又一個禮物 又又又又又一個禮物 好 那我要開囉 喔 等一下 還沒啦 喔 哇哇 等一下等一下 呃 我 我只是想要拿我的禮物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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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Freddy的體內嗎 還是什麼機器人的體內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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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Cassie 哇塞 欸我真的覺得這一次這個 求救訓號的體驗起來超級棒 一部分是畫質跟之前那一個 一代比起來真的好很多 另外一部分是他這種 遊戲的難度跟之前比起來 呃 就變得更豐富啊 然後劇情也給了我一個 好震驚的東西喔 然後我這裡的話呢也要感謝各位 從第一集看到現在這一集第九集 然後我自己覺得這個遊戲應該不會就這樣結束啊 可能它會有什麼隱藏結局 因為我們剛才看到那個 電腦裡面還有那個 還沒有解鎖的遊戲 所以我覺得應該還有東西 好啦 那我們這裡的話 給名單去跑一下 好 那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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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前面那是CASY嗎? 所以這個喬教訓導2是發生在那一個廢墟DLC之前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有沒有解開那個可以玩的遊戲啊 欸?有的困難裡面是什麼遊戲啊? 這裡有變化嗎?這裡有沒有什麼變化? 然後這個是什麼遊戲? 欸?不對啊? 還沒解鎖喔? 當然不是看有解鎖嗎? 對啊就剩下這個而已欸 這可能我等一下再花點時間來研究一下了 喔然後我們可以放假了 YES 下班下班 哎呀好累喔 好的各位 那麼以上的話呢 就是這個求救巡討2的一個普通結局的部分啊 那麼我猜這個遊戲應該是還有一個額外的結局 跟一些東西還沒有去解鎖之類的 像裡面那個公主的小遊戲的那個機台也還沒有用到 所以這邊的話我猜應該 到時候還會再有一個額外的隱藏結局吧 我猜 好啦那我知道你可能會想說 欸DK 欸糖果機器人欸 糖果機器人的部分呢 我會先去確定一下 我的那個金幣有沒有少吃 確定沒有少吃的話呢 我會在下一集的影片來帶各位聽一下 糖果機器人這次所要講的故事了 好的各位那我是DK 那我們在下部影片見囉 Peace out 我可以生一下 甚至呢 在這兒裡 真的尋常到說 嘴巴 我可以生他 我幫助你 我可以生他 我可以生他 你此為甚麼 我可以生他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